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卡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少女迴戰 最香最色的手遊 旭哥來做攻略 那這一攻略蠻重要 就是這個最強的PVP英魂 無當英魂 這個是彩虹英魂 而且不能夠合成出來的 那旭哥這一攻略有這個 必拿三個無當英魂的這個秘技 分享給大家 這個最全理幫忙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 那這一攻略也會講這個很多資源的取得 像是這個大量的元寶 可能將近可以拿到 有機會看到可能一兩萬的元寶 就是只要運氣好的話 可以拿大量的這個天地石啊 星光河啊 然後這個駐魂石啊 很多好東西都在這集攻略可以入手 這大家仔細看完啊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對話碼 遊戲的虛寶需要獨家最新的 那虛哥也有設這個虛哥手遊攻略 少女迴戰的攻略專區 這邊一百多部的攻略影片 不含這個角色推薦啊 轉蛋推薦 然後各種的福利色色的東西 還有最新的禮包碼 還有各個就是攻略都在這邊 那在今天這個活動 剩下音樂節 左上角這個活動點進來了 在左邊有一個這個現實的活動 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是只有今天限定的 那這可以拿到這個彩虹的武當英魂 而且最多可以拿到三星 武當英魂是必定只有彩虹 你其他的這個就是顏色打不到 他就只有彩虹色的 而且這個是不能合出來的 所以就是今天有這個寶箱可以開出來 而且有機會拿到兩個三星啊 假如就是你運氣很好的話 那這個是限時活動 今天完了就結束 再加上你玩這個就是活動 收集這個門票的話 你也可以拿到一個彩虹的武當英魂寶箱 等於是說總共可以拿到三個嘛 所以基本上你要湊一整套的話 這個是很必要的活動 那假如是你是課長的話呢 透過禮包好像還可以再買到 虛哥印象中禮包這邊好像有 禮包這邊也有這個武當英魂的三個這樣 等於是說你總共可以拿到至少六個 的武當英魂 這邊有三個 而且有機會看到三星這樣 所以在幫大家總結一下 今天這個聖夏音樂節這個 基本上你假如是要湊武當英魂 這個一定是必買的嘛 這個4999元寶可以拿到至少兩個 的彩虹色英魂 那你假如要湊一整套的話蠻有機會的 而且有機會開到三星啦 這個是蠻棒的 再加上這個原本的活動 集到200點就可以拿到這個一個 彩虹的武當英魂的寶箱 那也有機會開到三星 所以總共就已經有三個了 禮包這邊也有啦 課長的話 課長相的話 可以再有機會開到 課長的話買這個 音樂節大作戰也有機會開到三個 這個是武當英魂 總共最多可以拿到六個 蠻爽的 所以你假如是這個大客展 或是說你是一般的玩家 至少可以買到至少三個啦 就是兩個用買的 再加一個用這個活動換到 那三星的武當英魂就是打這個PVP嘛 打像是龍脈爭奪戰啊 或是時空機都非常好用 尤其是現在這個時候有沒有 大家假如是要先手的話 先手攻擊的話 這個武當英魂絕對是必備的 算是蠻神的啦 旭哥用這個武當英魂打龍脈 或是打這個PVP 勝率都很高 好 所以大家要好好把握實際 這算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攻略 就是武當英魂可以趁現在拿 尤其是你假如元寶很夠的話 這個是必買的 才四千多 將近五千而已 好 分享給大家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資訊 再來這個拼圖活動呢 你只要湊齊了 就是一行啊 就可以拿到就是 元寶嘛 那總共加一加 旭哥印象中是有五千元寶 拼圖活動好像都差不多 都是有五千 那有很多好東西 像是這個頂級的天地石啊 高級天地石啊 這些好東西這樣 還有新藥城 新光盒啊 這些好東西 所以這個五千元寶記得也要領一下 那順便也可以拿到這個UR的草皮啊 這算是還不錯的福利 那應援的話 旭哥也來湊一下吧 因為應援有 就是可以機會拿到這個 閃射的英魂禮盒 這個彩虹英魂禮盒 那有機會開到 一千元寶 以及這個十個的新光盒 這都非常實用 那旭哥現在也蠻缺這個鑄魂石的 要洗這個英魂的 這個鑄魂石現在蠻缺的 因為 最近又抽到這個無當英魂嘛 結果就是沒有鑄魂石可以洗 好 那我們就來抽一下這個禮盒 旭哥抽到了一個 這個橙色的 金色的這個 那這有機會開到五百元寶 也還有不錯的 再開一看 好這次都幹龜 彩虹的這個 也好像不好拿 要看運氣 好這次都沒有拿到 拿到橙色的而已 那接下來在背包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開起來了 這個 禮盒 五百元寶開一看 喔星光盒 喔這次有中三百元寶 欸不錯 欸不錯 這是有這個鑄魂石 鑄魂石剛好可以拿來洗這個英魂的 屬性 星光盒 喔鑄魂石再加星光盒 好這次 呃魂人石 星光盒好 可以 現在養成道具其實滿屑 欸又有100元寶啦 好100元寶 開起來開起來 喔200元寶 喔 欸不錯 後面就是越開越順 元寶一直跑出來 不錯 200元寶 那這個寶箱也開一開 這個時空寶箱有機會拿到 這個1000元寶 三個給他開下去了 欸真的中啦 哇 1000元寶超爽 那這個還有機會開到8000元寶 我靠 8000元寶真的爽 我們開一看 8000元寶 哎呀沒有 那這個亞龍寶箱也就會開到4000元寶 開下去 哇30個星光盒 一堆資源 所以這樣領起來也蠻多東西的 最後我們來分享這個遊戲最新的禮包碼 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 我們首先點畫面右下角的搖桿符號 這個搖桿符號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在這下方就可以輸入禮包碼了 我們就來輸入 最新的 OLD FRIEND OFRIEND 然後888 OLD FRIEND 888大寫的 按兌換 這可以拿到這個100個過往的回憶 這不錯喔 這是彩虹寶物 爽喔 再來有這個 188的元寶 再加上10個玫瑰花 這次的寶物還不錯 拿到彩虹寶物了 KOG 然後666 KOG666 然後按兌換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到這個10個邀約券的SSR 超讚的 我們就來輸入 VIP大寫的 666 VIP大寫666 按兌換 這可以拿到10個這個新藥城 然後這個輪迴盒 以及這個兩個玉金香 好那下一組 一樣是前面VIP大寫的 後面是888 按兌換 那這個有12個這個新藥城 然後8個這個邀約券SSR 可以抽到這個SSR 讚的 再加上這個玫瑰花 再來下一個VIP999 999 怎麼變928 999 那這個可以拿到 這個新藥城 重點有這個12個邀約券的SSR 好那大家記得訂閱序哥 我可以按頻道看 序哥手遊攻略 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 禮品碼 對話碼 遊戲的序報 需要獨家最新都在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